欢迎大家来到Game Channel 今次的影片我们又带大家回去菲律宾的宿母 之前我们分享了我们的跳游 又带大家去宿母的海洋馆 今次我们就会带大家潜入宿母的海底 我们今次还见到令人心情很激动的沙甸与风暴 我亦会分享一些潜水的资讯给大家 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吧 在开始之前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给一个like这条短片 留言给我们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现在送到爸爸妈妈了 我和爸爸和爷爷现在 今天会潜水走到旁边的dive shop 在那里面 刚才的小朋友就送我们出发了 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潜水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浮潜 我们之前在跳游的影片都分享过 第二种是自由潜水 亦即是free diving 是一种极限运动 而第三种就是水废潜水 亦即scuba diving 今次我们就是以水废潜水潜入海底 我们就会背着气瓶 和穿着浮力背心 即是BCD潜入海底 我未生大小m之前 考了peddy open water的证书 最深的深度 可以潜入水底的18米 不过O仔不可以去夜潜 MM 爺爺就是一个advanced open water diver 理论上 他就可以潜入18至30米的海域 亦都可以进行夜潜 MM bar就是一个rescue diver 有什么事我就靠他 一樽气可以潜多久 就视乎潜水源的呼吸技巧 一般在正常情况下 就可以潜30至40分钟 去到外地潜水 当然要跟回Diving Master潜 很快我们头顶就出现沙甸鱼风暴了 在海底下 我们完成了第一次潜水之后呢 就搭船回到dive shop那里 休息大约1个小时 Mmm 爺爺 其实今年已经72岁 在疫情之前 他一直很想再潜水 怎料一等就等了三年 今次以72岁高龄再潜水 都算是还了自己的心愿 大家现在看到这么漂亮的海洋 有没有想过 其实全世界都面对着很严峻的海洋垃圾问题呢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潜水员 而无地潜入海底撿垃圾的 国际海岸清洁运动 是联合国海洋会议的一项注册行动 这个行动是为了支持 实施可以持续发展的第14项目标 水下生活 好多潜水员会做以公积极参与 清理海底的垃圾 而我们作为小市民 其实都可以出一分力 就是源头减肺 例如减少使用积极的塑胶 和不能够重用的物品 因为海洋垃圾 会随着风和水流飘散到世界各地 除了影响海底生存的生物 最终要承受苦果 都是我们人类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次的分享 给一个like这条短片 和分享这条短片给你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留言给一些意见 我们 今次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